他曾是香港第一黑帮的二把手 曾带向华强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 社团危难之时 他出手重挫社团叛徒 令叛徒原形毕露 厌倦社团生活改行经商 却在商场上屡战屡败 还被起诉 晚年靠着向华强的支持 才能勉强度日 他就是新义安的二路元帅 新义安的四虎之一向华波 1947年 向华波在香港九龙城 债崖前围街的一栋三层别墅里出生 父亲向前是新义安的创始人 江湖人称九龙皇帝 向前前后娶了四房仪态 大房田房二房三房 大房叶青早早病逝 田房中金为人懦弱 二房林慧英大胆泼辣 精明能干 1953年向前被驱逐出境 带着三房逃往宝岛 留下田房与二房 田房中金为向前生下四个儿子 向华强、华光、华民、华坤 二房林慧英也为向前生了四个儿子 向华波、华国、华荣、华盛 中金填的是大房 虽然按理来说 他的地位要比二房林慧英高出一头 可中金为人懦弱 硬生生被精明大胆的林慧英 给压了下来 向前走后 林慧英把持着家业 这让中金连同儿子们 承受林慧英的欺负 中金常被欺负 以至于四个儿子们的性格 也相对稳重内敛 而林慧英常欺负人 也导致四个儿子 自小就霸气侧漏 向华波自幼便是兄弟之中 最顽固不羁的一位 脾气火爆 做事豪爽出位 父亲向前早年教好的 蔡莫派宗师刘远程 让向家的男丁们 接拜刘远程为师 以至于日后向华强 向华盛皆身怀武艺 事实上 向华波的武功也是很强 由于母亲在家里较为强势 向华波的地位 也跟着相对高一些 自然能享受多一些家族资源 虽然长辈不和 但向华波与向华强的关系 却如同亲兄弟 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之际 向华波带着向华强 穿梭在宝岛与湘江的海面上 做起了走私生意 两人靠此赚的第一桶金 早在向前走后 向前长子向华盐上尉 成为第二代龙头 大总管林景带着堂弟林胜 林江为其打点一切 包其坐稳江山 到了六十年代 向华盐与妻子的同族堂哥 武艺探长吕乐相互扶持 新一安的业务蒸蒸日上 七十年代 经过向华盐的一帆耕耘 新一安有了丰厚的家底 女儿嫁给新界王的儿子张亮生 社团再次有了白道靠山 正是大干一场的好时机 就在大哥向华盐用人之际 向华波成了社团的二路元帅 由于在家排行第七 因此被称为七爷 向华盐在后台坐镇 为社团筹划出路 向华波在前边冲锋 为社团插旗驼地 旧四虎们年老退休后 社团内推举新四虎 向华波与季宝 张亮生 余永卓三人并称为新四虎 带着社团打入杀监局 站稳脚跟后 又将势力发展到新界 港岛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之际 新一安号称香港第一大黑帮 社团成员多达二十万众 无论在市区还是在郊区 都有新一安人马的影子 能发展成这般规模 与向华波密不可分 那时候的向华波意气风发 大杯由头 在公众面前亮相 简直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可没多久 这平衡却被打破了 1987年 在卧底的揭发之下 向华言与新一安其他高层 被捕入狱 江湖史上称这事为龙头案 社团群龙无首之际 底下的猛人们开始蠢蠢欲动 最为肆无忌惮的 便是新一安的总教头苏龙 当时龙头向华言被捕 新一安急需一个临时的座馆 来主持社团局面 按道理 作为二路元帅的向华波 辈分最高 他只要开口 就能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 可就在推举代理座馆的时候 苏龙出来跟他唱反调了 苏龙敢跟向华波唱反调 凭的是什么 苏龙的拳馆 为新一安交出不少猛人 比如新一安五虎十节 就有不少是跟着苏龙学权的 像尖东虎中虎黄骏 尖东之虎杜连顺 香港西王 陈志明 鬼仔天 李玉天等等 皆是苏龙教导出来的门声 向家在新一安里又称龙头家族 因为新一安与其他社团 推选座馆的制度不一样 其他社团是有能力 有德者上位 而新一安则是世袭制 龙头只能是向家的子孙 如今向华岩被捕 龙头家族示弱 苏龙仗着门声众多 且结局高位 趁虚而入 想要图谋篡位 自然是要先挑战一下 这个二路元帅的权威 并且在推选代理座馆之前 苏龙先试了一下 龙头家族的底线 背地里让人打伤向华国 当时龙头家族选择沉默 以至于苏龙软土深掘 再进一步 向华坡是什么人 那是自幼就嚣张跋扈的人 哪能容忍苏龙这番放肆 没多久 脾气火爆的向华坡 就带着马仔砸了苏龙的拳管 又在停车场围堵苏龙 让人将苏龙暴揍了一顿 苏龙一手泰拳虽是强悍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住院的时候 苏龙越想越不甘心 决定提前实施自己的篡位计划 他掏出口袋里的八八四八 打给得意门生 尖东之虎杜连顺 令杜连顺解决掉向华坡 当时向华坡澳门游玩 不料杜连顺带着马仔从街边冲了出来 对着他就是一阵狂斩 在身边马仔的护卫之下 向华坡仍旧被斩伤 那马仔更是身负重伤 向华坡出事后 苏龙肆无忌惮 接着龙头家族决心反击 最终以苏龙败北告终 九十年代初 欣义安靠着强硬的实力 牢牢占据尖东 向华坡常年在灯红九粒之中 流连忘返 过着至最金迷的生活 当然 尽管势力稍有不如 却仍有人对欣义安表示不服 一次向华坡在夜店里 与人起了冲突 随后向华坡掏出口袋里的八八四八 打给了鬼天李玉天 李玉天是出了名的狠人 当年苏龙与陈慧敏冲突 李玉天就在路边设服 斩了陈慧敏四刀 当晚 李玉天带着两把黑星道场 直接将事态升级 经历过人生的跌宕起伏 向华坡决心退出江湖 转身经商 开始钻研佛学 向华坡主要投资餐饮业 与房地产行业 但做得并不好 他在沙监局开蒸汽火锅店 开业当天 开模特公司的侄子 还带着模特到场为他造势 可后续经营的生意 确实差强人意 2009年 向华坡还被恒生银行起诉 如今据说向华强 每月会给几万块钱 向华坡予以资助 虽然事业不如意 但感情方面 向华坡却得到了些许安慰 早在向华坡24岁的时候 娶了17岁的谭美丽为妻 当时家里十分反对这门亲事 但在向华坡执意之下 两人成了亲 也许是都太年轻了 谭美丽为向华坡生下两个孩子后 两人离婚 向华坡当时家底封后 分了两套房子给谭美丽 又将两个儿子送到国外读书 但两个儿子一直对向华坡颇有微词 并表示不想与父亲有所瓜葛 2007年向华坡已是60岁的高龄 此时她遇到了真爱 一位比自己小22岁的南京姑娘 两人经过9年的恋爱长跑 最终悄无声息地结了婚 时至今日向华坡在马鞍山 一家人其乐融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